神經病 神經病 歌手, 這是甚麼? 看你這回答, 巧巧 因為貪玩 我記得中三的時候 有些同學問我 如果你可以擁有一個歌手的聲音 你會想擁有哪一種聲音 我當時很威風, 我就想一想 然後回答他 為何不可以用自己的聲音試一下 我也挺想念那個自己 不知天高地厚 但夾雜著一點信心 同時帶點自喜的自己 我輸了的時候, 我以為這樣就玩完了 到最後一集, 突然跟我說 你得了獎 我還記得當時, 真是… 那個樣子… 但也是因為這樣的契機 而有唱片公司向我招手 一定要不斷增值自己 別人覺得你是偶像派 我覺得自己是實力派 這個人生是你自己定的 每一次都有 今年都有 我本人非常需要香港空氣 但這種尋求穩定的心態 偏偏與我的命格有點衝突 不是我選擇跳出香港空氣 而是香港空氣不斷地 把我擠壓到另一個空氣 我記得曾經有一個 在這行的前輩跟我說過 這張桌子很好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這個溝通洞不能再大了 如果你要再大,你放棄了這個溝通洞 可能在上面有一個更大的溝通洞 才會出現 想起我最近看一部電影 叫Blockmire 討論一個職業棒球聯賽的評述員 其實本身已經很入屋,很成功 突然因為說錯話,聲名浪跡 Bey Ruth自己 也很大壞,壞壞 壞了 就算中年危機 就算覺得生命已經去到一半 就算快結束 他也有能力去翻身 我現在還未去到中年 還有很多機會的時候 很多關口都不用太擔心、太害怕 打破溝通洞 因為我的人生不想被定型 因為我相信真正精彩的 永遠都在搜尋中 要搜尋的話,當然去NOW Studio 找你想要的劇集 希望在劇集中 找到你自己人生的啟示 人生、故事、搜尋中 NOW Studio Joyce 還是媽媽? Joyce 快點結束 沒問題吧 我沒問題吧